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 我从社会的角度 我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社会建设中的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协调七个关系 建立四个机制 现在首先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又是一个社会矛盾凸显期 所以说我们所研究的问题 那就是老百姓 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 最近他把这个最迫切 中央给表达成最现实 一个意思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首先我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社会学 社会学是不是科学 不是科学 我们属于人文学科 世界上有两大知识体系 一个叫自然科学 一个叫人文学科 那么这件事是03年的4月份 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中国人民大学 他强调自然科学和哲学 社会科学同等主要 培养科学家和培养这些社科人文方面的专家 比如说哲学家 美学家 史学家 文学家 艺术等等 同等主要 提高科学素质和提高人文素质 同等主要 后来我们就把表述改成了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删掉 人文顿号 社会科学 现在进一步表达 那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 相当于人之两腿 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是吧 那么有人说 科学是干什么的 求真的过程 所以说毛泽东有一段名言 叫做人类总是不断的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 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有人曾经问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 卡尔马克思 说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 马克思回答了 怀疑一切 什么叫怀疑一切 就是把一切的科学结论 都要放到实践中 不断的进行检验 做到与时俱进 你敢说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他就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三中全会有一句名言 叫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人说 那唯一能拿到哪来的 那不是毛泽西说的 我们都学过毛泽西的著作 叫实践论 毛泽论 毛泽东说什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又出了一个标准 叫毛泽西说的话 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 毛泽东逝世以后 华国锋有两个凡事 大家都知道 叫做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 我们都要坚决的拥护 凡是毛泽西的指示 我们都要始终不许的遵循 那么毛泽西有什么指示 有什么论 首先毛泽东的论是什么 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 与人奋斗 极乐无穷 毛泽东的钢是什么 阶级斗争为钢 钢举木章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是非常及时的 文化革命分三党 1919年文化革命 1949年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5月16号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简称516通知 所以我们就叫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吧 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是非常及时的 但是毛泽东逝世以后 对吧 小平复冲 把解放军的将军们找来了 给他们讲话 举了一手指头 现在一个中心 不能俩中心 不能多中心 什么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百年不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据那个胡锦涛当了总书以后 又加了四个字 据经会审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对吧 那么这个十七大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内容 做的正常报告 重要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里头有一段话 大一意就是 我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错误的理论和实践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学会 所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什么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且叫做聚经会审搞建设 不许看别的 一心一意谋发展 对吧 所以说 党的功能重点转移了 所以说 那么我们 当时 就推翻了两个凡事 于是党中央拍板 叫实践 是检验之理的 唯一标准 注意 这就是第一次思想解放 他就树立了一个 实践是检验之理的 唯一标准的这样一个尺度 第二次思想解放 南巡 小兵 赤上南方 胆子要大一点 步子要快一点 不要问性车性资 只要有利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 只要有利综合国力的提高 只要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发展就是硬道理 对吧 所以说 第二次思想解放 就树立了发展是硬道理 第三次思想解放 就是现在 科学发展观 什么意思 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难不难 发展不难 可持续发展 可不容易 所以说纪念三中全会 三十周年的时候 胡锦涛总是有个讲话 叫做我们的增长方式 或者是增长模式 必须得转变 什么样 大量耗费资源 严重污染环境 那么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 汽车 前年生产汽车1200万台 去年生产汽车1800万台 从前年开始 我们就是地球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 超过美国了 每年递增 汽车生产每年递增40%多 这叫什么发展 这叫可持续发展吗 这叫全面吗 这叫协调吗 所以整个汽车工业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所以造成了恶果极其严重 一年我们撞死七八万 叫公路交通事故 我们就得死亡七八万 基本上一年一个汶川地雷 北京市一年大概撞死2000 平均一天五人 上午俩下午三 俩本地的三外地的 撞死五个还得撞伤十个 一般来讲死一伤十 为什么不协调 你的汽车这么快 每年递增40%多 我问你能可持续吗 你的道路的情况跟得上吗 你的驾驶人的素质提高呢 跟得上吗 你的管理的水平跟得上吗 这就是不协调 对不对 所以我就公开批评他们汽车行业 你们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对不对 现在叫可持续发展 才是硬道理 我们管的叫与时俱进 你们想想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科学就是求真的 它不可能解决善恶 它更不可能解决美丑 所以我们说一个社会的三根支柱 就是真善美 有人说什么叫科学 科学就是不断地去粗取经 不断地去尾从真 不断地扬气 不断地证实 不断地证伪 不断地存疑 不断地实验 不断地实践 科学这个求真的过程 永远不会完结 所以有人就问过 卡尔马克思 说你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 马克思回答了 怀疑一切 什么叫怀疑一切 就是把一切的 所有的科学的结论 都要放在实践中 不断地进行检验 做到与时俱进 有人说我信仰科学 荒唐 科学是让你信的吗 科学精神的精髓 就是怀疑精神 但是这种怀疑 不是乱怀疑 不是瞎怀疑 还是那句话 把所有的科学结论 放到实践中 不断地检验 比如举例的 水 纯水 在一个大家的情况之下 100度 奢侈100度 沸腾 变气了 奢侈零度 结冰变固体了 它是不是科学的结论 是 你信不信 你爱信不信 100度沸腾了 你说我不信 你摸烫泥泡 你再摸再摸烫泥泥泡 还有所谓地球 原来说 太阳围着地球转 地心说 后来说不对 是地球围着太阳转 日心说 你说我不信 是当时的教会 就是不信 把日心说的 这个 这个 鼓吹者 处死 当然有一话 加略有一话 那个地人有一句话 叫做地球照样在转动 对不对 你把我烧死 你把我处死 那地球照样 围着太阳在转 而不是太阳围着地球 对不对 你们想想 所以说科学 不是你信不信 我们中国有一句胡话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错 迷信的对立面 那是清信 什么叫清 清醒的清 清醒的时候的信 跟迷迷登登 迷不乎乎的信 形成一个矛盾 提倡科学反对邪教 又错了 邪教的对立面是正教 什么叫正教 儒教 佛教 伊斯兰教 东正教 天主教 基督教 这都叫正教 有人说什么叫邪教 奥姆真理教就叫邪教 大家都知道 1995年 日本邪教教主 叫麻原扎黄 他让他的信徒 到日本首都东京地铁 放沙林毒气 读死12个 读上1000多个 那有人说了科学 有没有对立面 有四个呢 第一个 伪科学 你不是科学 你就不要说 从自己是科学 举例子 我们人民大学 成立宗教学系 你问一个人 说你是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牧师 哪毕业的 神学院毕业的 没问题 说你是哪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牧师 我哪毕业的 科学院毕业的 骗脏 科学院能毕业牧师吗 你们想想 对不对 所以说科学一个对立面 叫伪科学 你不是科学 你别说他自己是科学 第二个 反科学 你反对人家研究科学 讲科学 当然是错误的 科学还有俩对立面 一个叫 伪科学主义 一个叫犯科学 泛滥的犯 目前中国 伪科学主义的活跃人物 前几年 何泽雄 号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个打假的 方舟子 不错 打假不错 伪科学主义 到处挥舞着科学主义 这帮打人去 你不是说 今年春节以后 网上第一遍 是谁 歌星王菲 跟打假斗士 方舟子 两人辩论上了 为什么 王菲是一唱歌的 简单说 他也是个艺术家 他就说 有一次着火 一个木制的佛像 没着 因为他对 他可能信佛 他可能有情感 对吧 这是情感 这是他信仰 结果方舟子说 什么 木佛不着 拿来再烧一回 看他着不着 他不知道 人家还有情感 还有信仰 是吧 结果就变论 您知道吗 但是王菲的粉丝 弱 那家伙一通骂 方舟子 但是王菲的粉丝 也是非理性 王菲是什么 偶像 崇拜偶像 那叫非理性 开句玩笑 偶像放屁都是相当 但是他非理性 对不对 所以说人既有理性 人也有感性 感性属于非理性 对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 什么叫科学 求真 提倡科学反对 这个科学的这四个队里面 现在 你不是我再举例的 何特兄 他在前一年恶毒攻击 伟大的祖国医学 中医 叫做中医不科学 人家中医研究院院长 就说 我们什么时候说自己的科学了 中医乃人学 人义道德的人 对不对 他说中医害死了陈小旭 陈小旭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演过 前些年演过林黛玉这个决策 四十六岁 得了乳相爱 他本人 他相信中医 那就是给治 最后死了 于是何特兄 看 中医害死了陈小旭 看见没有 人家中医研究院长 跟他辩论 说如果他找 七怎么办 当然手术 左侧乳房发现乳腺癌 手术 手术完了放疗化疗 但是你要注意 乳腺癌非常容易转移 右侧手房又发现 接着手术 手术完了放疗 放生疗法 化疗化学疗法 能不能保证乳相爱百分之百的痊愈 人家说了医学上有百分之百的事吗 那么如果你把人两侧乳房给人手术掉了 你放疗化疗 他有可能死 死得出惨值了 头部都长不出来 因为放疗化疗伤害人的免疫系统 对不对 对的 所以说你能说中医害死他吗 对的 所以说我们医学基本上有两个知识体系 一个就是西医 一个就是中医 西医治一个治人的病 中医治一个得病的人 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西医说你为什么得病 病原体 什么东西 病菌 当然也包括病毒 怎么办 抗生素 特效药 把被他妖魔化的微生物 斩尽杀绝 你就好了 中医不这么看 中医说你为什么得病 正气不足 怎么办 扶症取邪 辩症失智 同病抑制 西医说你胡说 同样的病就是同样的病菌 你怎么不一样的治 中医又说了 异病同治 西医说你胡说 异病不是一样的病 就不是一样的病菌 你怎么一样的治 他不理解这个辩症失智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西医是科学 他们叫科学 能做实验 结论能重复 这都是科学的本质特征 对吧 比如说西医说你有胃 有没有 一解剖 有一胃 西医说你有子宫 有没有 一解剖 你有一子宫 但中医说了 你有七经八脉 你有二三百个穴位 比如说我们这有一核骨穴 你们都知道 西医说 找 解剖 找 找到现在 没找着 我这没找着 你那也没找着 据说几百个穴位 到现在一个没找着 没找着 那叫科学吗 那鬼神找不着 那鬼神叫科学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害人类有五招 三素一汤一刀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什么叫三素 抗生素 激素 维生素 什么叫一刀 手术 什么叫一汤 输液 现在最近你们看报纸 前一觉得 中国烂输液 每个人 每一年 平均输八平液 全世界 每个人 每一年 大概是两三平 对不对 有人说 为什么不能输液 我讲个道理 因为人有削话道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去年大约生产了一百三十一万吨农药 解放的时候我们的农药的产量解放六十年了 我们中国什么产量增加最快农药增长了六千倍 你只要经济增长最多百倍 是吧 但是农药就增长六千倍 所以现在农药的残留相当厉害 所以叫食品安全出了大问题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活着呢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们有消化道 消化道 你注意上面有进口 底下有出口 我们吃有含有农荡 农荡 农药残留 农荡的这种食品和饮料 从我们嘴里进去了 不要紧 嘴里并不吸收 它足交 完了燕子胃里 胃里消化 它也不吸收 最后到了小肠了 你们都知道 人的小肠这个器官是吸收的器官 但是小肠那个臂 小肠内膜非常棒 有识别功能 有易的 有用的 过进入体内 有害的 比如说农荡 认出来了 不然过 怎么办 往下赶 赶到大肠 大肠再不想赶 出去了 血液循环系统呢 既没有进口 也没有出口的一个全封闭的系统 于是西医发明了输液 三个岁的三个月的孩子得了病 往儿童医院一送 怎么办 脑汁 脑子这啪就一针 就开始输液了 完了 以后得了病 输液 现在人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中国 你们中国烂输液 怎么办 消化道没有毛病 或者你没有昏迷 因为你昏迷了 抢救你 没办法 因为你没有吞咽功能了 那怎么办 能让你用消化道吗 就得输液了 但如果你没有昏迷 而且你的消化道又没有毛病 你就得知 你就不要输液 为什么很简单 给你输那液 拿力气 把你的血管比扎破 强行的就把那液给你割进血液循环系统了 我问问 有用的进去了吗 进去了 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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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的 也进去了 进去就出不来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血液循环系统不是消化道 消化道你们都知道 如果我们吃脏了 吃了太多了 上吐下泻 什么意思 两口一块冲 但是血液呢 浑身喷血 一早死了 我告诉你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 我给你放血 放血什么概念 那是职业杀手 要杀你 他说我给你放放血吧 对不对 那血能放吗 所以说不到万万不得已 简单说 消化道没毛病 没有昏迷 您就要吃 您不要输液 所以中国赖输液 造成了一个公害 还有抗生素 第一代抗生素 青梅素 你得了病了 需要用青梅素 200个单位 你就好了 现在由于魔狗一致 盗狗一致 盗狗一致 魔狗一致 这些微生物 或者叫病菌 抗药了 于是现在你得了病 给你用青梅素 250个毫升的生理原水里头 得给你掺上 1000万个单位的青梅素 你注意上 200个单位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得1000万 1000万还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代抗生素出来了 第三代 第四代 目前人类生产的抗生素 大概是7000种 但是超级细菌出来了 对不对 超级细菌什么意思 拿抗生素当泛肢 注意 什么意思 因为原来抗生素 它特定的把生物链的某些物种 给斩尽杀绝了 于是生物链断了 原来它有天敌 对不对 但是或者它叫相生相克 是吧 但是你突然间 你把某些菌种 你都给斩尽杀绝了 那原来它对它已知的那些细菌被抗生素斩尽杀绝了 那么这种菌种就恶性膨胀 这个超级细菌不是从天上料来的 它是原来就有 只不过它被已知 现在已知它的因素没了 超级细菌 现在协和医院就发现有人戴上超级细菌 对不对 所以说抗生素的资源大概还有15年到20年消耗殆尽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中国 你们滥用抗生素 中国人均抗生素的用量是美国的10倍 美国的收入是咱们的10倍 咱们用抗生素是它的10倍 原因在哪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认识原因 为什么抗生素那是科学 从显微镜给你分离出菌种 看见没有 这就是你的病原体 这就是病菌 看见没有 那么这种抗生素对这种病菌特效药 斩尽杀绝 你好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第一个认识问题 迷信科学 我们有一句话叫不要迷信迷信 你也不要迷信科学 对不对 第二个利益机制 抗生素的利润率大概30% 前几年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中国 中国政府的卫生部 就下一通知 到药店没有医生的处方 买不到抗生素 于是你拿了100块钱 到某药店去买抗生素 人家给你要 你有正规医生医院的处方 你说我没有 没有药店说 我给你补一个 他给你补一个 为什么 利益驱动 对吧 30%平均30%利润率 你想想 你拿100块钱买 人家可以赚你二三十块钱 人家干嘛不赚 给你补一个 正规医院 正规的处方 对的 所以说他既是认识问题 他又是个利益问题 这问题就麻烦了 你明白吗 光是认识问题好办 光是利益问题也好办 他俩都纠缠在一块了 所以说 这是三素 还有激素 你不是协和医院 三级甲等医院 一个月用的激素 还赶不上基层的一个县的 或者是香卫生液 一天用的激素 真是烂用 为什么激素 它来的快 你知道吗 但是你注意不能滥用 补盖 你们都知道 多能盖 巨能盖 盖中盖 你看那电视广告 全是这个 演员缺盖了 人家说是吗 不是 他们缺钱 再往下说 他们缺德 你可注意 演员你一会儿告诉我 你这个盖 那个盖 你不是有一个向上演员 他说 我减肥茶 胖胖的一个向上演员 我减肥 你那减肥茶 给他三百万 他缺那三百万 你可注意 他为了那三百万 他就在这 给你胡说八道 所以有人说 你信广告吗 我怎么能信广告呢 广告是什么道理 谎话 说三遍就是真理 他照了三十遍 三百遍说 你只要不是反动的 不是盈贵的 你花钱 就给你做广告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不是脑白金 极其恶劣的一广告 你知道什么 什么今年 什么今年 什么不送礼 不收礼 送礼 要收就收脑白金 这什么话你说 那小脚还是转的 这什么 脑白金最多最多 就是白开水 基本没汗 但是不成 喝多了也有汗 白开水喝多了也中毒 对不对 还有个量的问题 对不对 太恶劣 你说包括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一个美女 秀发如云 把那脑袋一甩 你一看 秀发如云 啪 出来 洗发水广告了 我就告诉你 他那满头秀发 那就是他的遗传素质 俗生 他就是那种 你知道吧 跟他用洗发水 没有任何关系 我告诉你 那纯粹就是有组织诈骗 我给你讲 你知道吧 前几年有一个广告 一个家庭妇女出来了 我家用过很多热水器 万家乐最后 听听 我问问 改开放30年 热水器 20多年 她家是一个家庭妇女 他用过很多热水器 人家说你有病 你们家老换热水器玩吗 你要说我是一个热水器的研究所的所长 还可以 我研究过很多热水器 这万点 你是一家庭妇女 你注意 他是个家庭妇女的形象 所以你们要注意 我绝对不相信广告 广告那就是消费主义的产品 对不对 能证会话 谎话说30遍 300遍 就是真的 而且广告用的什么信用 用的是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 理得的政务诚信 或者叫国家主权信用 一般企业信用 自然人信用 他用什么信用 国家主权信用 比如说 他在中央电视台给登了广告了 你信不信 他在人民大小堂开了新闻发布会了 你信不信 当然你信 为什么 你在中国 你不信党 不信政府 你不信国家 你还信什么 所以他为什么跑到这地做广告呢 中央电视台广告非常的贵 但是我也得在中央电视台做 对不对 我人民大小堂的房子租出去 也挺贵 但是我要在人民大会堂 我开新闻发布会 我颁布我的一个产品 你们对不对 他用的就是国家主权信用 比如说什么叫国家主权信用 举个例子 货币 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利应货币 什么货币 纸币 一张纸 大概也就值一分钱 但是他啪 他一成一百了 他就一百块 这个就是国家主权信用 国家主权信用 当然是很宝贵的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出了大问题 怎么样 损害国家主权信用 比如说通货膨胀 上个月 上上个月 CPI 居民消费假数数 4.9% 北京上个月 5.3% 什么意思 5%叫恶性通货膨胀 5.3%已经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程度了 你给我注意 食品上上上个月涨了10.3% 上个月食品涨了11% 狠不狠 简单说100块钱买吃了 就变89了 它涨11% 什么意思 贬值了 损害 谁不适应 人民币 老百姓都不信了 你的国家主权信用 遭到极大的损害 所以这次两会 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 通货膨胀 就是一只恶虎 坚决不能让它出笼 这只恶虎要出来 它就能把我们改开放 所带来的一些成果 基本都给你吃光 所以说一定不让它出笼 而且它出了笼了 你再把它关进去 费了尽了 所以说今年 积民消费价格指数 要控制在4% 但是你注意 固定存款的年利率 3% 简单说 你有100块钱 随行行一年给你3块钱利息 可是这100块钱 如果要买东西 还不是买吃的 买所有的东西平均 它就变成96了 它涨了4% 这是计划 注意啊 达到计划已经不容易了 你还是负利率呢 你们想一想 所以说负利率 它损害的是什么 当然损害的是国家主权使用 你们注意 这是一非常大的事 而且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你想 尤其你们学生 你们得吃 是吧 长身体的时候得吃 可是它食品 它就萌给你长 清华大学只能两招 第一招给补贴 对不对 给补贴有问题了 是吧 给谁 给清华大学的 那么别人要到你们吃呢 他不能给 这不好办 不好操作 我跟你讲 你这吧 完了 要不然 你们就负担就增加了 你们想想 尤其考上清华大学的 那都是全国的精英 是吧 叫半国精英入清华 你们可能不知道 在前几年 这个全国统议考试的时候 有中国有30多省 是吧 每个省的 里科文科 还有外语 当时分着 这连文科里科外语的第一名 我们叫状元 全国那年一统计 90个状元 考上清华的57个 考上北大的 22个 考上我们人大的 8个 所以北京日报写一个通栏标题 叫半国精英入清华 后来说这影响不好 以后咱不统计了 后来就不统计了 那你知道吧 你不统计 我跟你说 半国精英 他也入清华 我跟你讲 所以清华的学生 你说你能把他吃好吗 你那样吃好吧 可是清华的学生 也有穷的 不是都是富党 还有农孙来的等等 对不对 所以说通货膨胀 非常大的问题 这就是老百姓最关心 最直接 最迫切的问题 当然就是这全割兜里 他不值钱了 你说谁 谁不怕这个 而且通货膨胀 最后他要导致 社会的大动乱 甚至于改双换代 所以有人老说 说国民党怎么丢政权了 是不是他们不会打仗 谁说人不会打仗 那国民党 打日本的时候 死了三百多万 大会战好几十次 我跟你讲 那么国民党 比如说 我刚从那个早庄来 人家早庄告诉我 说早庄有一个叫台庄 说台庄跟日本真干的 中国人大约死了三万多 日本人死了一万多 但是那毕竟中国人赢了 你知道吗 那日本来到中国大应仗 那个国军一个班 整班 整排 整连 整营 整团 整旅 整师 一个没胜 上面是师长 第一是战士 全打死 那你说他不会打仗 不是 他不光是枪管理出政权 你们要明白 还有通口膨胀 你看到国民党晚期 你看那物价飞涨了 所以说你要不要小看 这物价飞涨可是大事 我跟你说 对对 所以说我们就说 这个国家所谓的政务诚信 出大问题 包括现在 突然间日本大地震了 和谐漏了 完了就传 点盐 于是北京就开始抢盐 你说这叫什么事 实际上你说北京抢盐 他为什么 他说我补点 那北京人的综合素质 在全国应该说比较高 他没那么傻 说我这个有了辐射了 是吧 我呢 吃点点片 我让我这身体里的点饱和了 那么你外边再来 那个放弱性点 他进不来 他这么个道理 平衡 对不对 就 这个 但是呢 买盐是为了补点吗 人家说了 一个小点片 那个点 等于你两斤半盐含的点 说你要拿盐补点 你得吃两斤半 不是厚死你 我告诉你 那人有这么啥吗 但是你注意 关键是信用 为什么呀 大伙一想 这盐一块四一斤 他也不会烙架了 他只能长 他不能烙 而这盐又不怕割 割他三年 最多结坎了 结一个块 结块不要去 砸不砸不 他又是盐 对不对 那么但是呢 你过几年呢 中国的海盐 大约占三分之一 那海盐就有可能 沿海受到这个所谓的 日本这个核辐射的污染 所以老百姓 关键在这儿呢 现在的盐 没问题 都是前几年生的 至少是去年生产的 那去年 还没地震呢 他没这事呢 所以老百姓说 干脆 我买 我买点盐 等到以后呢 以后 他要污染了呢 那以后政府说 我告诉你啊 我们检测了这个盐了 它不污染呢 老百姓不信 关键在这儿呢 为什么不信呢 非典 所以说你注意 中国抢购盐 它背后是一个信任危机 你现在说那奶 挺好 人家信吗 所以说现在中国人一调查 70%的中国的 中国的母亲 父亲生了孩子了 人家不信 人家不敢买中国的奶粉 哪去了 香港澳门抢购盐了 结果香港澳门的奶 奶粉 让大陆给抢购一空 抢购一空 是吧 人家澳门的妈妈生了孩子了 一到了商店一看 没有奶粉了 怎么办 给自个儿的孩子喝面糊糊 是吧 奶粉哪去了 全让大陆到香港澳门出差的 旅游的全给买回来了 你们都知道吧 那为什么呀 他不相信 所以你们要知道 所以说为什么我先讲信仰了 因为信用的基础就是信仰 所以我们就说你不能信仰科学 科学不是让你信的 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怀疑精神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 科学是解决真 他能解决善和美吗 善 我举例子 安乐死 我们人民大学的教授 帮着人民代表 大会的代表 搞安乐死的一二 搞了好年了 什么叫安乐死 人色的把他杀死 我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的亲人 比如说我的父亲 到老了 得了肝癌 疼痛难忍 只曾真失效 那我到底是看着 并没有把我爸爸折磨至此 善良科学正确 还是我跟医生护士商上来 给老爷子打一针麻醉剂 三秒钟失去知觉 再给他注射一针毒液 三十秒钟之内 死 这叫什么 这叫谋杀 在中国有期徒刑 至少三年以上 为什么 我们中国没有安乐死 没有立法 立法到哪 丹麦 荷兰 他们立法了 爱尔兰也快立了 在这些国家有法 那好 经过一个严格的程序认定 那么这种行为叫协助安乐死 你中国就根本就没有 而且安乐死有两种 一种叫主动安乐死 注射毒液 这叫主动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 我爸鼻里插一管子 插到胃里 叫鼻刺 刺养的刺 白了 早尿 输养输液 白了 我爸爸三天 死了 这叫谋杀吗 这不叫 为什么 我给他全白了 那就恢复到自然状态了 自然状态 人生老病死 那怎么叫谋杀呢 但是你注意 这种被动安乐死 他跟医生的责任和医德相违背 医生的责任和医德 就是延长病人生病 减轻病人的痛苦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主动安乐死 善还是被动安乐死善 你能论出来吗 还有不惜一代价抢救 如果我的父亲是一个高级干部 达到了党和国家人造人的级别 只要他一得了重病 马上党内洋给这医院的领导下一指示 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因为他一死 就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现在他不死 他已经变成植物人了 什么叫植物人 对外籍的刺激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反应 而且这个过程是不肯你的 由植物人的临床实践 发展出一个新的死亡标准 脑死亡 到今天 我们中国不采纳 我们中国采纳的是传统死亡标准 什么意思 只要你还有呼吸心跳等生命活动 就不能宣告死亡 而我爸爸的呼吸心跳等生命活动 是靠着体外生命支持系统 俗生体外心理机 维持着呢 如果你从荧光屏他的图像 反映他心脏跳动的图像里 他那图像 心脏 他就跳呢 但是你注意 什么时候一把管子 什么时候一把插销 他那心脏就变成一盒了 就证明他已经停止跳动了 一天多少钱 一天大约花20万块钱的医疗资源 如果我父亲要多活一个月 就是600万 多活三个月 就是1800万 我就问你 这些有限的医疗资源 到底怎么分配 这就是困扰到人类今天的一个传统的伦理学难题 你们可能看过视频 为什么 里头有一故事 一个代表财富的写家 一个代表权力的总统 一个代表声望的世界级的文学家 三个人坐气球升空 气球皆兵不堪负重 三个人扔一个来 死一个活俩 否则三个人一块都睡死 两害相权取其兴 当然我们都愿意死一个 别死三个 关键是谁死 成年人说了 有人说不行 总统最重要 权力最重要 有人说财富最重要 有人说声望最重要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没有办法取得医治 问幼儿园的孩子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不知道这啥概念 什么财富权力声望 什么总统 什么企业家 什么名人 他不知道 于是老师在黑板上画一桶 一个气球掉一篮子 里头坐了三人 分别代表着财富权力声望 结果老师把这三人画得胖瘦不一样 孩子们说 谁胖瘦谁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吗 这就是说科学 你怎么能解决 这一道的问题呢 你给我论一论 主动安乐词 科学 还是被动安乐词 科学 还是不惜 依太太家抢救 科学 对不对 邓颖超 你们都知道 周恩来总理的夫人 曾经当过政协主席 他有个外号 叫邓大姐 这个邓大姐 在1988年的时候 在报纸上登 声明 什么声明啊 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 对我实施安乐死 把宝贵的资源 留给年轻人 于是人民日报 评论员说 你看老一辈 无神革命家 高风亮节 对不对 但是 邓超死的时候 也没安乐死 对不对 但是 那个时候 肾衰竭 肝中毒 等不治之症 对不对 现在不是了 现在换肝 换肾 现在人的灵界 除了脑袋不能换 基本上都能换 你也别以为脑袋 绝对不能换 咱们报道过 2007年11月 一次车祸中 一个小伙子脑袋撞断了 脊椎 神经 气管 食管 全断 还一层皮练着 结 结活了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例 患头术 接近成功的手术 一次车祸 一次车祸中 一个男的脑子没了 一个女的身子没了 这种可能性存在 一旦变成了现实 马上就一结 就是一个 马上结完了 活了 俩男的第一个 性别随脑子随身上 不知道 知识产权怎么分配 不知道 男的声音 脑袋 男的有一著作权 有人说脑袋占七 七三开 女的有一身子 身子原来人女的 有一专利 专利怎么办 四六开 没有办法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奥运会 你们就是08年奥运会 有一个 有一个 运动员 残疾人运动员 俩脚 俩小腿全没了 怎么样 用特殊的材料 给他弄上 小腿脚 小腿脚 你们看 那家伙跑得比一般人都快 后来这家伙说了 我要参加正常绕运会 奥组委开会讨论 没办法 有人说让人参加 人家俩脚俩腿都没了 人家比你们正常跑得快 你干嘛不让人参加 但是另一派人说了 不成 你只要开日口子 将来 弹簧腿出来了 我告诉你 你不是瘸子吗 给你换俩弹簧腿 我告诉你 一蹦一蹦八尺 我告诉你 以后不锈钢的心脏出来了 而且电池 高能电池出来了 你一跑马拉松 你那心脏 大约 这一分钟能跳一二百次 人家能跳一千次 你怎么办 他那电池只要有电 我告诉你 你跑四十公里 一百九五米 他跑四百公里 你怎么办 对不对 完了紧接着牛人就出来了 什么叫牛人 借腐怀胎 你们都知道 借腐怀胎 给人两万美金 找一个妇女 说我们夫妻 由于有毛病 但是我们的孕卵 胚胎移植 移植到 借腐怀胎 移植到营养母亲 子宫里了 十月怀胎 给你两万美金 原来他答应了 但人他会变卦 人家这营养母亲 人家自己怀了十个月 人家对这婴儿胎儿 有感情了 生水 两万不要了 这孩子不给你了 我的 他叫亲生母亲 但是遗传不是他 所以说以后的亲妈 得分两种 遗传学母亲 一个是营养母亲 最后有这种实践 有这种实践以后 觉得这不行 这玩意不成了 说好了他变卦 怎么办 借牛怀胎 那牛他变不了卦 他变卦也没人理他 告诉你 你知道吧 于是提前喝牛奶 我们提前喝牛奶 难道就是牛人吗 当然还是人了 遗传物质都是人的 只不过牛的子宫又大 又提前喝了牛奶 生出来 你是九斤老太 告诉你 他二十斤老太 你怎么办 将来以后的 摔跤的 柔道的 举重的 拳击的 全这帮牛人 我告诉你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有人还说 人在北太里 就是有洋水 对不对 所以说胎儿 他是亲水的 他搁在洋室里 他就不会枪死 对不对 但是一出来 给他生了 汉地了 过几年过几岁又给他一训练游泳了 干啥 就游泳池中分娩 我就把这孩子从洋水就直接分到游泳池里头 我喂奶的时候 我抱出来 我喂完了奶 我还给他搁水里 这些孩子从小的水性没断过 我告诉你 他没断过 那家伙你还跟他比 你跟他跳水 你跟他试试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系列东西基本都接近医学伦理学 我就问你能用科学来证明这个对那个不对 证明不了 所以我们说科学解决不了善恶 善恶是谁解决的 是伦理道德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去年文家宝就讲正确的经济学和高尚的伦理学 你注意人家用高尚 他不再用正确不正确了 高尚 美 人是因为可爱才美 并不是因为美才可爱 中国这句话叫什么 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西方这句话叫什么 爱翻译过 翻译到中文叫爱情就是瞎子 老百姓的话什么 王母看绿豆就对了眼了 所以你就问他 为什么爱他 典型的伪问题 爱是属于感性 感性它属于非理性 对不对 爱是多年审美的总道法 尤其初恋 男女之间在初恋 基本就属于一见钟情 一见多长时间 英国有一个报告 平均8.2秒 美国有一个报告 大概平均20多秒 但是告诉你就是几十秒 而且统计 统计规律告诉你 男的爱上女的的时间 平均比女的爱上男的时间 要长 为什么 男人偏重于理性 女人偏重于感性 什么规律 统计规律 不信你问 你到北京 你问一百个女的 天安门怎么走 七十个女的告诉你 望左望右 同样的问题 你问一百个男的 天安门怎么走 人家告诉你 望东望西 所以说女性容易主观定位 所以说女的给你打电话 你问他怎么走 他说望左望右 你就得问他 你脸超哪了 知道吧 女性追求过程没 第一位 男人目的没 第一位 这也是统计规律 统计规律的意思就是说 男的比女的高 男的比女的劲儿大 咱可不说个别 个别的女的比你大多了 那劲儿 对不对 咱们是统计规律 对不对 所以说男人追求目的没 举例子上商店 男人上商店买东西 第一位 女人上商店逛 人家追求那过程没 原来我就不闻闻这事 我爱人跟我说上商店 我就问他干什么 那叫伪问题 人家不干什么 对不对 我爱人挺老实的 说买东西 我又问买什么 又是一个伪问题 我爱人挺老实 把这赶快编 给孩子买双鞋 好 去了 你挑样子 我就得问号码 那孩子穿鞋有号码 比如说38号 或者37号 问有没有 人手应该说没有 我说换一种样子 有没有 没有 我就问 这种号码 谁不说来 说我先说下礼拜来 我说走 下礼拜我跟你再来 奖礼报 你要说买衣服 咱们再买衣服去 对不对 但是他不高兴 后来我说你怎么不高兴 后来我才明白了 人家女性是非理性的美 那叫失意的美 注意人家是追求过程 第一位 比如说好诗 黑暗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去用它来寻找光明 好诗 我问黑暗黑夜 黑眼睛有什么关系 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 你聊了吗 他有两千九万尺 怎么办 人家说你还有失意吗 你 对对 所以说男人具有理性 什么叫理性 古今中外一流数学家 到现在一个女的没有 解释这个原因有俩 一个是男权社会 男性说教育的机会 高于女性 所以说女性说教育机会少 辍学的儿童里头 女童辍学率远远高于男童 所以你就不能说 人家女的不能当数学家 都是男权社会 那为什么一流的物理学家 居里夫人 一流的文学家 都有女的 为什么就是数学家 没有呢 这还有一个问题 所以哈佛大学校长说了 女的一流数学家 没有 哈佛大学校长 她是一公众人物 她这么说不成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你说了就给你报了 报了之后就放大了 就形成舆论了 人家说什么意思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你说他 能说他一点没道理吗 所以有一本书 夸张的说 男人来自于火星 女人来自于金星 他男女本不是一种动物 对不对 从这个过程和手段 这个角度来讲 女性的文明程度比男性高 大家都知道 困扰到人类的一个 最基本的难题之一 就是目的正确 你择手段还是不择手段 是吧 那么老子说 以正之国 以其用兵 孙子说兵者鬼道也 叫兵不厌诈 对不对 什么意思 打仗目的优先 离间纪 美人纪 连环纪 苦人纪 三六纪 二战名将 麦卡斯将近有一句名言 叫历史不嘲笑胜利者 所以你注意 打仗就是目的优先 你比如说色戒 是一个故事 是吧 这个电影上说一故事 杀一个大汉奸 杀大汉奸 目的正确 目的伟大 目的正义 但是你有没有权利 为了达到一个正确的目的 你就牺牲一个年轻 孤领的姓 你叫他勾引他这 到一定程度 把他杀了 所以说色戒的主题是什么 那就是哲人 反复说的那句话 叫做革命 吞斥革命哲 对不对 革命什么意思 不择手段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 现在是建设 我们是建设 法治国家 构建和谐社会 你择手的还是不择手的 你说我不惜 一切代价夺政权 没得说 现在你说 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大气也污染了 人家病了 或者都死了 你那经济是干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不要老说战略 你现在是建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挡的基本路线 一百年不动 你干嘛动不动就战略 这就是革命战争 流到一种思维习惯 动不动就战略 你干嘛要战略呢 建设跟建立法治国家 跟打仗不是一回事 你给我注意 对不对 所以说人家马丁路德金 有一个名言 美国民权领袖领袖 马丁路德金一句名言 叫手段 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 和进行之中的目的 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 达到美好的目的 因为手段是种子 目的是术 邪恶的种子 你发不出善人的牙 你更不可能接触美好的国 所以你要注意 我们搞建设了 法治国家和谐社会 必须择手段 这就相当于十六大 十六大以前是革命党 十六大以后是执政党 对吧 怎么执政 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依法执政 这就是跟革命不一样了 你给我注意 以革命名义 它就可以杀人 你注意 我以革命名义 我就杀人 对不对 现在不行 现在这次两会 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之一 就是废死刑 我们中国十六十八种罪行 都可以处死 目前是全世界死刑贫主 最多的国家 于是怎么办 减掉十五种 十三种 还剩五十五 这五十五还是最多的 但是已经进步了 为什么 因为不能一口吃成胖子 为什么费死刑 我多讲一句 人类报复四党 第一党 族群复众 俗称灭门九族 第九族什么人 就是教育你的老师 我告诉你 或者十族 灭门九族 第十族教育你的老师 还有种族灭绝 西夏族为什么没了 有一派考证 西夏族的人把成伊斯汗干掉了 成伊斯汗什么人 超级大国的老大 当时成伊斯汗的马队 军队横扫欧亚大陆 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 唯一超级大国当时 他占了多少 他占了三千多万平方公里 前苏联两千多万 美国不到一千万 加拿大一千万平方公里 有零一头 我们中国九百六十万 对不对 但是他就下令 把西夏族斩尽杀绝 当然这是历史的一个一家之言 真正的事咱也不知道 咱只能听历史学家讲 但历史学家也不是一派 我听一派 我认为可能也有点道理 反正人家都是历史学家 人家不是胡说八道的 对吧 所以这叫族群复仇 目前保留族群复仇的什么人 恐怖分子 比如说巴尔坦的恐怖分子 倒以自列炸工气车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你犹太族欺负我巴尔坦族 所以你犹太族的所有的人 包括妇女儿童 包括到以色列工作的中国劳工 他全杀 你们知道吗 所以有一次 这个公气车炸了死了事了 那里就有两个中国福建劳工 咱们登报了 人以色列国家保安公司调查 这个两个福建劳工 是中国的非法劳工 但是非法劳工也是人 你在以色列打工的时候 你恐怖袭击中 你死了 国家办公司赔 怎么赔 你有配偶没有 有一个配偶 那就是一个月 1600美元赔到预期寿命 就不是按照规矩赔 你有没有未成年的子女需要你抚养 有 一个月生活费 1100美金赔到18岁 你有没有善良的老人 如果有 一个月1100美元赔到预期寿命 照着人家保险条例的细则 这俩福建劳工各获得了70万美元的赔偿 封顶 封顶是100万 最多赔100万美金 70万 当时7对8 就是一美元约合八块钱人民币 五百多元人民币拿到了 这张消息就登了报了 传到福建的他们老家 这些劳工的老家 开一句玩笑 这些老乡全疯了 全往以色列跑 现在 以色列驻华大使跟我说 大概前几年 一个平方公里 每一年就增加一个中国劳工 恐怖袭击中 前几年一个统计 七个 其中五个福建的 两个吉林的 人家以色列就这么赔 这叫族群复仇 野蛮 其实人类的文明 都有这一段族群复仇 结果人类文明第一次进步 叫血亲复仇 什么意思 满门超斩 为什么 因为六元社会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什么意思 血缘最牢 这是人类最牢牢的一种纽带 所以说 就是血缘 完了阴缘 完了地缘 老乡 学员 同学 业缘 同行 神缘 同样一个宗教 所以说六元社会 当然 他报复 他就变成了满门超斩 满门超斩很野蛮 但是比族群复仇 灭门九族 可文明多了 人类的文明又一次飞跃 改成同态复仇 目前我们中国就这个阶段 什么叫同态 同样的状态 什么叫同样的状态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血债要用血来还 你把人胳膊弄断了 把你抓起来 把你胳膊也打断 你把人眼睛弄瞎了 把你抓起来 把你眼睛也扎瞎了 这叫同态复仇 对不对 现在呢 这个现在中国就是同态 为什么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对不对 这同态复仇 但是人类的文明又一次飞跃 废除此行 改终身监禁 不得保释 中华人民国政府 1998年 签署了联合国关于保护公民 政治权利的公约 签了 现在没有批准 最大的障碍之一 就是必须全面的 彻底的废除一切形式的刺刑 而我们中国 现在已经 往前走了一步 刚才讲68 减掉13 对不对 好 那么 但是为什么 98年签署的 到了今年还没有批准呢 条件不具备 所以 胡锦涛总书记 温家宝总理 再往前 罗干同志都讲过 中国政府正在 积极的创造条件 条件成熟的时候 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批准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签署到人权B公约 A公约是公民的文化权利 B公约是政治权利 联国有两个著名的公约 一个A公约 一个B公约 A公约97年签的 98年批了 98年签的B公约 现在没批 举个例子 前年 前年 去年 还是前年 有一个医生 当了二十多年 不干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拿一把刀子 跑到一个小学校 不到一分钟 他就杀死八个小学生 还杀伤了五个 丧心病狂 凶凶极恶 逮住了 怎么办 两派 一派说 坚持掩打方针 打的犯罪分子 不敢对孩子下手 好 一个网门户网站 在一个时点 二十六万个网民 支持这个观点 说你有天大的委屈 你也不能滥杀无辜 现在养孩子容易吗 人家都养到小学了 你跟人家 有人无说 进入无冤 你愣给人杀了 你不要说你杀八个 你杀一个就得给你处死 血战要用血来还 因为你太残忍了 所以任何严厉的处罚 都不过分 于是主张恢复腰斩 恢复无马分尸 恢复临时处死 恢复抽头筋 扒他的皮 为什么 发挥死刑的震慑作用 打的犯罪分子 不敢对孩子下手 怎么办 中央电视台执行死刑的时候 实况转播 各学校 组织自己的师生 各单位 组织自己的员工 看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二十六种互刑 全打来 基本上使一片 先搁油过来炸 不能炸死 这那他俩中等 二十六种酷刑估计得用一多半 死了 好啊 这些看执行死刑的这个中国人三天睡不着觉 第四天开始做噩梦 以后你们敢杀人家孩子吗 看见没有 就这么死 这就是 大约在一个盟网上二十六万 但是第二天 5月13号 还是领导 温家宝 总理说了 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 还要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和矛盾 这就是这两会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机制 什么意思 就是加强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 就说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 他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十个不适的罪犯呢 他为什么要滥杀无辜呢 制造恐怖气氛呢 对不对 他已经超越了所谓冤有仇债有主 人家孩子 人家孩子跟你有什么仇 他是制造恐怖气氛 什么意思 反社会 他为什么心里这么黑暗 为什么心里这么阴暗 他要反社会 他要制造恐怖气氛 公平正义的阳光没有找到 所以人家温家宝总理就讲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有光辉 怎么办 把公平正义的阳光 从小就要照到他们每一个孩子的心里 让这些中国的孩子从小就是充满着阳光 长大了 阳光男孩 阳光女孩 我问他干嘛要滥杀无辜 那就是说阳光 公平正义的阳光 为什么没有照到 他要负责 当然一个十八周寸的年轻 一个成年人 他有行为能力 他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做到什么程度 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你们要注意 费死心可不是不报复 是用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暴风 让他天天在监狱里头一泪洗面 对自己所做的事情 追悔莫及 完了慢慢的 一天一天的烂死在监狱里 什么叫烂死 劳死 不是说每天折磨他 不是就让他劳死 用情绪性的语言就是烂死 让他烂死 绝不能让他再出城 但是 对不对 这就是废死刑 从2005年到2005年 大约全世界139国家已经废了死刑了 联阳国会员国192个 再过三月吧 到了今年下半年 193 大家都知道吧 南苏丹全民公决 独立 据说到7月份宣布建国 那时候联阳国就变成193了 现在192 其中废死刑的 截止到05年 已经达到139了 没费的也不执行 又没费又执行的 大约还剩下这么几十个 其中05年往联合国报 全世界那一年执行死刑 是2148例 其中中国大陆 占了其中的1770 伊朗94 超过1700的 中国 不到100的 伊朗 剩下 加一块就那零头 你说这个矛盾 非常的尖锐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在网站上 那么126万支持这观点 就是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 对不对 什么问题 文家宝去年曾经讲过 中国有两个最大的不公 一个是收入分配的不公 一个是司法不公 当然还有腐败 今天他又讲了腐败 对不对 这些深层次的矛盾 造成有些人是让这个犯罪 但是除了把他忠实监禁不得保释 我问问 子不教父之国 教不言世之多 那么他的家长 以及他上学校那些老师学校 要不要负责 对不对 还有就是政府 社会 国家要不要负责 当然要负责 为什么 因为你是诞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简单说 66岁以下的罪犯 66年以前 新中国成立说 他多少岁 他6岁 6岁什么概念 学龄权 对不对 所以说严格说 66岁以下的罪犯 他要是犯了罪 新中国都有一定的责任 如果他67岁了 就是会负一年责任 68岁了 就是会负两年责任 严格说66岁以下的 就得新中国就得负责 所以说废死刑 什么意思 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 他变成十个不是罪犯 叫什么 叫犯罪发生学 这是我们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第一 犯罪心理学 仔细研究他的心路历程 到底怎么想到 第二个 犯罪环境学 人在一定意义上是环境的产物 中国老百姓的俗话 叫跟着好人学好人 跟着乌坡学跳谁 对不对 那么环境分成内环境 家庭环境 外环境 学校 如果你把家庭学校都叫内环境 可以 社会环境就叫外环境 第三句话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 你能隔着断罪犯的生命 你隔不断罪恶 你能消灭一个一个罪犯的肉体 你也消灭不了罪恶 为什么 因为罪恶存在社会之中 刚才讲了 中医就这观点 是吧 我们不是治社会病 是治病社会 我们不是治人的病 是治一个得病的人 这就是辩证实质的观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社会学呢 就充分吸取了祖国医学的 这种整体的辩证的 这种扶正虚邪的 什么意思 一个党要讲正气 讲政治 讲学习 对不对 三讲 一个社会讲正气 一个人也得讲正气 对不对 所以说西医就说了 什么叫你的正 那不就是西医所说的 免疫系统的免疫功能吗 所以人类最历史病有两种 第一种获得性的免疫系统 缺存综合症 艾滋病 另一种什么 先天性的免疫系统 缺存综合症 中国的民间叫健分死 什么意思 这个婴儿脱离母体 怎么样 免疫系统不行 怎么样 什么外来的物种 它没有任何免疫系统 没有免疫功能 那可不是吗 它也就死了 所以中医有句话 治得了病 治不了命 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棒 因为决定一个人 就是两件事 命和孕 什么叫命 遗传的稳定性 没有遗传的稳定性 我问能形成主的概念吗 比如说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对不对 有人说不对 种瓜得豆 种豆得了瓜 牛跟西红柿 以交配 生一牛西红柿 人家说 那是愚人节的消息 所以有人说 给你算命 无济之残 有人跟我说 一个比喻 说你爹你妈 我爹我妈 把我们生出去了 就相当于一个造船场 把一条船给造出来了 什么船 破兵船 您将来就得破兵舰 军舰 军舰就得打仗舰 对不对 上船上船就运输去 至于说你这条船 是种兵山 还是隔浅 那叫云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都一样 只要我们一生出来 我们的命就定了 我们是黑头发 黄皮肤 黑眼睛 以后老了头发变白 为什么 你生活在中国了 你不就是中国中华这种吗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人说 我给你算命 算什么 动了就不叫命 命就动不了 否则就串拢 你懂不懂吗 你很遗传 有没有稳定性 我问咱们串拢了吗 对吧 所以说 云 所以说中医有句话 治不了病 我治不了病 为什么 你先天性的免疫系统 缺损综症 你说我怎么治 你没有免疫系统 你说我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 最历史的病 就是这病 所以说 中医的意思就是说 你 你 长一流 就证明你的系统出毛病 对不对 我给你拉的有什么用 我刚才就讲了病道转移 功能丧失 后遗症 病发症 所以中医不太讲究手术 不是他 不是他没有 他有 但是他不太讲 为什么 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思维 他就是整体思维 所以说 你能切得 你能隔断生命 你隔断罪恶吗 所以为什么文明官家都废死刑 他们很多不明白这事 什么意思 废了死刑可不是不报复 我一再的说 用终身监禁 不得保释来替代死刑 而且你把它关在监律里 不能白关 预防犯罪学的专家 包括犯罪心理学的专家 犯罪 受学的专家 预防犯罪专家 拿它当活教材 从他身上 找出来有规律性的东西 大大提高预防犯罪的水平 什么意思 如果他是精神病的疑似患者 怎么办 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一旦是精神病 治病 而且一定要找 他精神病 有家族遗传史 遗传度 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 所以中国现在有六千万到八千万 精神病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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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感 易感体制人 怎么办 筛查 到社区筛查 一看他有遗传史 他家族有遗传史 他是易感体制 怎么办 加倍的对他进行人文光怀 让他从小心里充满着更多的公平正义的浆光 因为他比较脆弱 一刺激他 他可能又犯病 那干嘛要刺激他 尤其精神病越早发现越好治疗 完了不太好办了 所以这是正事 你得想想 你把人家杀了 对不对 相当于一个毒瘤 你把人拿了 你不采取别的措施 别在这儿还长 这叫病造转移 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 对不对 为什么要费死刑 就这一次 费死刑事不是不报复 当然不是不报复 而且拳手要反思 他们就跟我辩论 他说这个歹徒杀死了八个孩子 还杀杀了五个 你不杀他 你对得起那死难的八个孩子吗 你对得起那孩子的家长吗 我说你把他杀了 那八个孩子还活得了吗 如果这八个孩子有在天之灵 我告诉他们 你们杀害你那歹徒 我们抓住 但是我们不杀他 不杀他可不做工作 我们一定要从他身上 找着规律性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这个家伙 心里这么黑暗 从小他是不是孤儿 从小他是不是 没有手足亲兄弟姐妹 他是不是独生子女 我们都要调查 对不对 最后我们大大提高了 预防犯罪的水平 我可以夸张的说 你们这八个 就是中国最后死的八个 急急忙忙 你把他杀了 死的活不了 由于你没有拿他 当预防犯的活教材 你的预防犯的水平 踢不高 更多的孩子死于非命 果然一个月不到 把这小子抓住了 毕了 怎么样 恐怖袭击 一个接着一个 我问问 你杀他的时候 还有孩子没死呢 你对着体那些 没死的孩子吗 死的反正是活不了了 没死的可能可不见得死 对不对 结果你急忙忙 把他杀了 所以我就引了毛东一句话 毛东说了有一句话 敌我毛顿 一个不杀大步不抓 这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是吧 毛东有句话 人的脑袋不是韭菜 韭菜隔了还能涨 人的脑袋隔了就不能涨了 哪个庙里没有屈私馆 对不对 你杀错了怎么办 没有办法弥补 对不对 还有杀人灭口怎么办 你急急忙忙 你把一个串案 一个窝案的一个家伙逮着了 给他杀了 这就有杀人灭口的嫌疑 你可注意 现在叫逮出萝卜 带出泥 一串 你招什么接你 这个家伙一般来讲 在街里关半年到一年 天天以来洗面 他就对自己的锁势 追悔莫及 怎么样 他就走了出来了 他就一串 你们想想 所以说急急忙忙 杀人一个是杀错了 没办法 一个是没办法弥补 一个是杀人灭口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废死刑绝对是先进法轮化的前进方向 但是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事 为什么 他狭隘 他要报复 他从来不反思自己 我们这个社会长出毒瘤来了 你有没有责任 就问吗 你行过没行过会 你走过没走过后盟 如果你行过会 你就毒化过社会风气 你就腐蚀过政府官员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出现罪犯了 每个人 你行过会的人 你就有一定的责任 注意 当然不是主要责任 主要责任当然是他 所以一定要把他终身监禁 不得保释 同时要反思 你比如说独生子女 这一次 这一次 两会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 纪保成校长 人家是一个不负不及的老干部 人家是全国人代表 人家提了四年 必须放二胎 问题就在这儿了 这就是人民大法大会 两个最敏感的问题 一个是死 一个是生 一个是生 一个是死 你们想想 还有比生死更大的问题吗 什么叫生 就是独生自义政策 哪来的 给大家简单结束 1970年 我们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5.81 什么叫总和生育率 就是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之和 什么叫育龄妇女 16到49 我们叫生育年龄 一个妇女50岁了 按照统计口径 她的生育年龄结束了 对不对 当然个体有差异 我们说的是统计口径 好 一个50岁的妇女 她在她通过育龄的这几十年 每一年都是照着70年 那一年相应的年龄别的妇女的生育去生 她平均生5.81个孩子 这叫TFR 又叫生育速度 又叫生育水平 什么叫速度 子弹出枪口800米 这就是每秒800米就是速度 她走多远 问你走几秒 你说按照匀速走10秒 8000米 这就是距离 所以你要注意 我们说的这5.81 是1970年 那一年 我们中国妇女的生育速度 生育水平 1971年 周恩来恢复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 周恩来总理经过调研 代表中国政府 他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 定了一个基调 一个不少 两个正好 三个多了 于是两个正好就是基调 老百姓通庭达理 到了1980年就降到2.24 这个速度全世界绝对冠军 有人问我谁是亚军呢 二战以后日本的生育率急剧下降 他是亚军 我们是冠军 5.81 70年 80年降到2.24 到了80年代初 70年代末 周恩来总理逝世 擅自更改了周恩来总理定等 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基调 有两个正好改成一个正好 谁改到谁也不承认 中国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大的问题 居然就这么一拍脑袋 还不知道谁拍的 改了 哪有民主的科学 哪有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你想差太远了 一个主意 怎么样 结果出来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81年2.63 1982年2.84 前信中 卫生部长兼任国家继生委主任 我去过前老大家 人家前老是中部委的委员 人家前信中 前老跟我说 两个正好生2.24 一个正好2.84 完了过一段时间 继生委搞运动 中央说不许搞运动 于是搞了一次 换了一次叫集中活动 什么什么叫集中活动 一环二渣 生一个带病环 生两个 接渣 呱呱呱呱呱 十字口诀 就是吧 完了 全国计划生意的手术 基本上一年是2000万例 到了83那一年 增加到5800万例 你们想想 2000万 2000万都增加到5000 你哪来的这么些手术力量 哪来这么些医疗力的 哪来这么些医生 各大医院抽掉医生 到农村组成计划生育手术小分队 原来有一首诗 叫木头十号村 有立业捉人 老翁于抢走 老妇出看门 为什么抓上丁啊 到了83年改了 木头十号村 有国策队业抓人 育龄妇女于抢走 老太太出看门 一看门 寄生为主任 主任说了 本家都 本乡要带100个病环 你家儿媳妇 他已经生一个孩子了 一环 带一环 老太太就对付上了 咱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你是为了执行公务 完成计划 我儿媳妇她跑了 我替她带一个 人家一季度 人家替 儿媳妇带一个 二季度 人家替二媳妇带一个 三季度 人家替四个儿媳妇带一个 第四季度 老太太说我不带了 我再带 我称奥迪了 那老太太说什么 你是奥迪 我早就是奥运会了 我都五个活了 当然这是笑话 但是这笑话后的可不是没有事实 我给你讲 有人就说 那你要不管他 他给你生三个四个五个 是这么回事吗 人家周恩来说 两个正好 从71到80 十年 基本没有强迫命令 老百姓就变成2.24了 什么叫2.24 2.2就是更替水平 出生率等于死亡率 人口达到零增长 已经达到2.24了 再做做工作 一对夫妇 基本上俩孩子 不就零增长了吗 当时胡耀邦总书记 主持了党的12次 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12大 怎么说呢 到公元2000年 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以内 就是按照俩算的 结果怎么样 从81到90 2.47过去了 现在某些人怎么说 非常的狡诈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70年5.81 71年正式搞就要生意 他们略掉了两个正好的基调 他们不说 他们说到了79年 就降到2.75 到了80年代 又进一步降到了2.47 为什么说他们狡诈呢 有公元0年吗 不问吗 没有 公元1到公元10 公元11到公元20 71到80 81到90 这叫学术规范 你们凭什么断的79年 你们为什么不断的80 学术规范吗 80 再说了80年改的基调 所以说80年是224 谁的功劳 两个正好 你改了基调 从81到90 平均2.47 所以说你要注意 独生子 你是欲速则不达 过忧不及 怎么说 折腾 要是不折腾 依然按照周恩来的两个正好 把工作做得再好一点 他不就12亿吗 他一对付 他不就俩吗 对对 所以说纪念三中全会 三十周年的时候 胡锦涛代表党内有个讲话 有三个词 叫不懈怠 不动摇 不折腾 这个不折腾是头一次出现 西方的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兴奋了 为什么 他们不知道这词什么意思 因为这词是口语 一般不见语文字 这回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里有了 于是他们就赶快主持人翻译吧 翻译成什么了 不翻来覆次 不颠来倒去 后来说了 不行 你们这些翻译 都没有把不折腾的 完整的意思翻译过来 为什么 因为任何语言都是独特的 不可替代的 你只要一翻译 信息量丢失30% 情感可能丢失50% 所以你注意 必须得保留语言 以及各个地方言 你必须得保留 对不对 那么我再举个例子 人家世界上 人家最后做一决定 由于不折腾 是我们国家一把手说的 非常重要 怎么办 不翻了 英文里多一词 这个词 就是不折腾的音译 什么 不折腾 这就相当于干部 干部是日本语 我们中国叫官聊立 官领导干部 立一般干部 辽就是所谓幕僚 用现代话叫政策研究室的研究人员 我问你把干部翻成官 还是翻成立 还是翻成辽 不翻了 干部 你们多注意 对不对 澳组委闹笑话 零八年澳组委闹笑话 对不对 说205个奥运会的主体 有204个要来北京参加零八年奥运会 中国的菜最棒 于是他们组织了一帮翻译 最好的 说我们给你们条件 你们把2000个菜名 规范的翻译成一种英文 那年登到了 你们可能记不记得 童子鸡怎么翻译的 没有过过性生活的鸡 后来这帮老专家是太滑稽了 改 改成春天的小鸡 结果人家来了 要童子鸡 我们一个人翻译 人家就听明白了 春天的小鸡 人家就问 夏天的小鸡 跟春天的小鸡 有什么区别 于是我们就得给人介绍 叫做春夏秋冬四季 但是春 除了春季 还有一个含义 吃青春饭 卖春等含义 中国人从来没有说 我卖夏的 说我卖秋 您最多卖春 对不对 结果告诉他们 春还有这个含义 人家就问了 那春天的春春的这个含义 卖春吃青春饭等含义 跟我吃这鸡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没有关系 怎么样 全天糊涂了 我跟你说 越解释越糊涂 我告诉你 和你想想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语言 他一翻译 他就他就丢呢 你们想想 对不对 所以说不折腾 我们中国的问题 说句俗话 折腾出来的 你要注意 中国的问题都折腾出来的 你想想我们中国平均是 我们中国的妇女 普遍的结婚 普遍的生育 有五点八一 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 政府的号召 到了八年就变成二十四了 你再把工作做好一点 不就完了吗 他非得改 改成一个正好 他为什么改呢 中国穷的原因是人多 当时有一句胡话 叫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 我告诉你 这都是一派胡言 六零年前后 风调雨顺 我们饿死了三千多万 最近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党史编出了一个新版 你们大家看看 刚出版的 此段 六零年四一千万 那时候我们中国多少人 六亿 有人说不有资料代汉吗 哪有啊 六五九六零六一 这三年是上一个世纪一百年 最风调雨顺的三年 人家把把这个掌握的 一百年的水分资料都拿来了 原始数据 把中国分成了一百二十个地区 每一个地区 原始数据 什么叫原始数据 今天说我这地区空中降水 八点降的 降到十点 都是毫米 比如说两毫米 对不对 不管是降雪还是降水 都叫空中 下雨都叫空中降水 刮得成个风 什么气温 找来了 一百年 一百二个地区的原始资料 这边是中华人民国灾害等级表 就是我们的国家标准 我们国家把旱灾分成一级旱二级旱 一级烙二级烙 完了台风 泥石流 地震 冻灾 这边是国家标准 这边是原始数据 编一个程序 你们都知道 隔得就在一处理 结论就是上一个世纪 最风调有准的三年 就是五九六零六一 饿死多少 我们老校长说三千七百五十万 有人说两千多万 有人说五千万 有人说七千万 现在告诉你 至少一千万 一千万还少 那一百万也了不得 我跟你讲 你不要说一百万 一万还了得吗 你现在饿死 一个人也不成 现在我们多人了 十三亿 你不干涉越生越穷吗 怎么六个亿挨饿 怎么十三亿到不挨饿了呢 这一个国家的耕地还减少了 灾害还增加了 人口由六亿加七亿 少吗 翻一番还得多 吃饱了 你不干涉越生越穷吗 你干涉 还干涉 越生越穷 是越穷越生 又胡说八道了 六零年生得出来吗 六零年 婴儿死亡率千分之两百 现在婴儿死亡率 已经降到千分之十三 十四 大城市已经到了千分之五 跟发达国家差不多了 什么叫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 那就是折腾 折腾出问题来了 转移 说咱们国家为什么穷 因为农村妇女肚子老大 于是怎么办 抓大肚子 于是窗户游击队就派出来了 一个妇女生了一个屠了番 女孩生了一个少林寺 女孩生了一个海连岛 女孩还想生第四个 你们都看过吗 超升游击队宋丹丹 是一个主角之一 对不对 人家外国人看 这叫什么事 那妇女她怀了孕了都得招呼 哪有说妇女怀了后头追 好家伙 为什么 就因为中国穷是因为人多 其实这话对吗 人家我跟日本人开会 人家日本专家就说了 说这个论调在日本一百年以前 我们日本的同志 不也这么跟我们说的吗 当时我们有四个岛 三十八万平公里 我们的人口四千万 怎么办 穷 为什么穷 地少人多 怎么办 拓展生存空间 占领朝鲜半岛 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 七七事变占领华北 又发动了太平山战争 你们都知道 最后二两个冤子弹 天皇宣布 立即无条件投降 还不打了 现在多人了 一二千七百万 男的平均活到七十九 中国男的平均活到七十 日本女的平均活到八十七 我们的女的大概平均活到七十五 日本人均收入四万美金 我们四千 日本一个人七分地 我们是1.4亩 日本人口密度 一个平山户里三百四 我们一个平山户里一百四 就说不行了 我们有西部 青海 新疆 内蒙 西藏 这些西部 国土辽阔 自然承载力低 自然生态比较脆弱 人家说对 你们国家在1935年就有一个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雍教授 人家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人家从云南省的腾冲到黑人家的爱徽黑河 换一条线 这条线东南半部 国土40% 人口90% 好 咱们就比这半部 这半部包括什么 四川盆地 东北平原 两广 江浙 山东山西 河南河北 全在这乘村爱徽东南的 多少 一个平均里二百四 全世界大国 人口大国叫做人口超过一千万 这叫人口大国 多少 八十个 我们的人口密度排第十八位 有人说不行 我们用每个平均里二百四跟你排 好 我们排第十三位 人家前边还有十二个大国和地区 人家是全国全地区的密度跟我们比 我们排第十三位 其中十二个里头 四个穷的 谁呀 孟加拉国 印度等 八个富等 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日本 韩国四百六 荷兰四百六 四百九 每平均里四百九 好 英国 每个平均里二百四 德国 八千二百万 德国 每个平均里二百四 人家拿 人家是全国 你是最命的地儿 怎么叫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呢 当然我们不同意多生 毛冬 在在解放出的时候 北大的校长 马英初 人大代表 北大的校长 在1955年浙江小组的人民代表 他开会的那个分会厂商 马英初就说 解放以后 高出生 由于战争 饥荒 疾病 基本少了 没了 于是低死亡 高增长 怎么办 中国人口太多 中国人口增加的太快 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 你注意 他不是说多 他不是说快 他说太多 太快 怎么办 一对夫妻生两三个 最好生两个 于是就登在了1957年7月5号 人民日报上了 题目叫新人火论 你们到网上一搜就搜出来 核心主义上就有一句话 一对夫妻生两三个 最好生两个 毛泽东开始说 看来人口也要搞成有计划的 计划生意就这么来了 西方叫家庭计划 对不对 但是57年 下半年反右 右派分子借口人口问题 向党进攻 必须追查 于是 毛泽东 写了一篇文章 介绍一个合作社 由人民日报 党的激光报 人民日报给登出来了 毛泽东说 世间一切一色中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 都可以创造出来 人多 亿论多 热气狗干竟大 人多是好事 把马云出 披了个狗血奔头 他愣上说 人太多不是好事 看见没有 于是错批一人物增三亿 完了到了60年前后 饿死怀千万 到了63年补偿生育 到了64年 周永来成立了 第二生育办公室 66年文化大命 这事都停了 于是到了70年 5.8亿 71年两个正好 你看没有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弯路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独生子女 达到1.4亿 独生子女 有一什么缺点呢 就是三情 其中的亲情里头的 守族之情 他没有 那有时候守族之情这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 一个小孩从小长大 在家庭内就必须得有亲兄弟姐妹 我们称之为守族 你跟你的亲兄姐妹一块玩耍 一块游戏的时候 你有重要的心理体验 比如说小的时候 小朋友们不是幼儿园 家里一块玩的时候 你的兄弟姐妹把你给欺负了 你就有挫折感 过两天你把他们给欺负了 你就有成就感 你跟他们玩 你得有规则感 说了你不认输 你耍赖 人家不跟你玩 俗话叫扫着你 害扫着扫 你就有了羞耻感 这些重要的心理体验 必须小的时候 在家里慢慢自然而然的形成 有人说不对 小时候我爸爸打过我 你爸爸打你 你有什么挫折感 你跟他能比吗 相当于泰森跟我集权 人家是前拳王 当时你们大伙一拳把我打倒 其实我不是倒 如果他要真打我一拳 我那反应也不行 他那一拳500多公斤 现在老了 我估计也都有200公斤 他打我一拳 我哪是倒了 我死 我告诉你 对不对 但是我有什么挫折感 我跟他能比吗 但小的时候 我让我兄弟姐妹给我打倒了 我就有挫折感 我这一辈子 我不会往自尊道 我过几天 我就把他们打倒了 我还有成就感 我一辈子 我不会往自菲薄 什么叫一辈子 童子宫 小的时候 你有这种心理体验 非常难能可归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社会的名言 要生就生粮 要不然你别生 生一个孩子 你就是对社会的犯罪 你知道吧 这都是社会的名言 不是我们说的 这都是大家说的 而且反复被实践证明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 你说 这个多生租 你现在达到1.4亿 现在说放二胎 你问问生吗 你以为人 让他生 他就生 让他不生 他就不生 让他生 他又生 你以为吗 生育的文化 一共有两种 一种叫生育的文化 一种叫不生育的文化 生育的文化 什么意思 多子多福 不生育的文化 什么意思 多儿童你多冤家 无儿童你活菩萨 现在叫丁克家庭 你们都知道 二人世界 双倍收入 尽享人生 他们的 他们的 他们的座位名是 过把你就死 他们的座位名是 不当寒奴 你们知道吧 所以现在上海平均不到 0.8了 北京大概也不到 0.9了 就得独生 自己达到1.4亿了 现在你再让他生 很多人也不生了 对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校长 连续四年在人们 人们大法上强烈的呼吁 必须访二胎 首先这就牵涉到一个 国家主权信用 或者叫政务承信 什么意思 当时急刹车的时候 中央文件里写着 30年 什么意思 80到2010 今年是2011 过了30年了 你不敢吗 你这叫政务承信 你已经党的文件里 明明白白说了30年 现在过去了 急刹车已经过去了 现在从20岁到35岁的 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 已经开始稀缺了 已经开始少了 周公南 对吧 周公南就这么一个原因 完了人口急剧老化 你知道吧 人家发达国家是人口 人口经济先发达 人口后老化 什么意思 西北欧那些能够老化的国家 基本都是人金收入 达到1万美金 人家老化 我们4000美金就老化 所以我们叫人口先老化 经济尚未发达 有人说家庭养老 没得说 老龄委 中国将长期处在 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 在这个初期阶段中 家庭养老 养儿防老 养儿女防老 仍是我国主要养老形势 老了以后 社会养老大概能负责1% 99%的人 还得靠家庭 养儿养儿防老 养儿女防老 所以你别让人忽悠了 说等你老了 你就上社会养老了 没有那条件 忽悠你们知道 什么叫忽悠 东北话 翻译成普通话 叫有组织诈骗 我告诉你 你可注意 对不对 再说了 养老院符合人性吗 你把老子都搁一块 今天晚上吃一桌饭 10个老子老太太吃一桌饭 明天早上再吃 9个 头天晚上过几个 这种氛围 老人高兴吗 但是你可别忘了 家庭养老 叫天伦之乐 你一大了 你儿子出来了 你儿子大了 你孙子又出来了 那叫天伦之乐 你可注意 你剥夺了我们很多人的天伦之乐 你剥夺了我们1.4亿人的手足之情 像话吗 必须得改了 你们注意 也用他们的一句话 世界上有两个文化 一个叫生育的文化 一个叫不生育的文化 简单说 发达国家 现在有6个发达国家 为了不生育发愁 亚洲是日本 韩国 新加坡 欧洲是意大利 德国 俄罗斯 其中俄国最惨 因为你们各位同学 你们不太了解这社会学 简单接受 社会学三块 第一块 社会的分层与流动 没有时间讲 我给你们留下一门 你们月愿药 你们可以给我传 我把材料传过去 什么叫分层与流动 就是人以类伎 物以群分 每个人 每一层人 他的生活方式 价值取向 审美情趣 支付能力都不一样 所以说 原来毛泽东搞阶级斗争 他分阶级 毛泽东去世了 孙仁邦粉碎了 党的工作组织转移了 于是不分阶级了 分阶层 分阶层 谁的逻辑 谁的观点 马克思韦伯 分阶级 谁的观点 卡尔马克思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 一个是我们社会老鼻祖 两个人基本都是 德国同时代的著名学者 但是我们这个老鼻祖 不分阶级 分阶层 三个维度 财富 权力 生亡 财富可以整合成权力 花钱买官 权力可以变成财富 权钱交易 以权谋私 生亡可以变成钱 你是一个名人 一做广告 有人给你钱了 你花钱做广告 也可以提供你的知名度 但是毕竟是三件事 财富 权力 生亡 根据这三个要素 把上层分成中层 上层 中层 下层 粗分 十层 再细分 二百层 不用细说了 这个报告 每个五年有个新的版本 所以说 如果你们愿意看 可以 凭你们的智力 用不了两棱头 你就掌握中国社会的结构 社会的构成 社会的构成 就是社会的结构 对吧 就是人与累积物以群分 每一层人 他都有他的特点 所以你们得掌握 你们是哪层的人 你们准备流动到哪层 所以说 中国和中国 他的分层与流动 这是一块 这是一块 第二个 变迁 变迁就是六种形式 改良改革 革命造反 动乱 乱动 什么叫乱动 西方把球迷闹事 叫骚乱 我们叫乱动 为什么 无训动 什么叫动乱 政治的 非政治的 你说球迷闹事 非政治的 叫乱动 叫骚乱 是吧 改良改革都有改 不好的就得改 改良是帮好了改 改革是根本的改 改革革命都有革 革就是革命的变化 社会革命 什么意思 变阶级 变关系 变结构 那么改革是自上而下 坚决而有秩序的改革 革命是自下而上 刚才讲了什么叫上下 就是财富 权力奢望 把人分成底层中层 上层 对不对 那么如果精英在上层的 上至下于 最多发生改革 精英上不去了 都在底层的 比如说1905年9月2号 清朝的皇上下于诏书 废科举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 根据他们的才华 他们这里有举人 有状元 但是掐断了 掐断了怎么样 精英上不去了 统治阶级迅速腐败 昏庸服求 到了晚清末年 迅速昏庸腐败 能人在底层呢 下至上于 发生革命 紧接着 当然再往前走 就是造反 造反是贬义词 只有毛泽东 在文化大命赋予他保义 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 千条万绪 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现在告诉你 造反无理 注意前面还有四个字呢 贪官有罪 造反无理 如果你贪官又没罪 造反可就有理 贪官有罪什么意思 就是法治 举证 治证 认证 以法官认证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生 依法 该怎么办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造反 造反当然造反前走就是动乱 动乱是政治的 完了就是乱动 所以说社会变迁 基本上有六种形式 而我们社会的诉求 就是改良 什么叫改良 不变阶级 不变关系 不变结构 简单说 坚持共产党领导 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两次都不变 你怎么老说革 你老说革 革是根本的变化 对不对 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 都是根本的变化 你现在要革谁的命 我就问你 对不对 所以说 从1919年545 刚才就说了 革命 改革 科学 民主 都形成了话语的霸权 实际上科学 它爸爸是人文 自由 民主 它爸爸是自由 科学民主更缺人文自由 你可注意 尤其拿科学当正确用 严格说不对 你可注意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就说这是社会学 社会学第三块 就是社会问题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两个问题 一个声一个词 这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是吧 完了呢 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就是中医的思路 这是一个得病的人 这是一个得病的社会 我去年 曾经那个香港阳光卫视的一个导演 给过了一篇您大学智商的 那个节目的光盘 很高兴现场听您演讲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在您批判科学的同时 也就是说信仰的概念 我想问的是 我们知道科学家 scientist 是仿照艺术artist 这个词根创作的 只有100年 而100年前 所有的科学家 都管自己叫自然哲学家 牛顿的注册 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从事的物理学 是为了证明 上帝存在着 上帝本体的证明 而爱因斯坦也说 我只是满足于上帝 放在自然界的 一临漫传 我的问题是 作为中国一个 无神论的国家里面 一个理性的 怀疑一切的科学 是否与非理性的 要求前进信仰的宗教之间 依然是矛盾的 如果不矛盾 您认为统一在哪里 第二 您提到中国是 美于爱宗教 与真善美的统一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美不等于善 英苏花再漂亮 也是不品 真未必等于善 因为不未必等于美 它有可能是丑陋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至善 能够兼顾美与真 如果存在 您认为它是鲜艳的 还是后天的 如果是后天的 它是否能形成 普遍的尊丽规范性 这是我的两个问题 请您回答 谢谢 就是说 这个科学 它是外来的词 是吧 中国原来没有这词 所以说呢 它理解确实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按照 中国的传统文化 就是真善美 构成一个社会的三根支柱 对不对 那你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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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用这个英语 用这个英语来说这些 这哲理的事 它确实出现 就是信息 它不太完整 是吧 那么情感也不太完整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按照中国的传统言 我觉得真善美 特别是 蔡文梅先生说的 用美意代替宗教 可不是我说的 你可注意啊 我是引用他的话 用美意代替宗教 它就是结合中国 科学解决求真 它不可能解决善恶 那么伦理解决善恶 它不可能解决美仇 那么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荣主观 它解决美仇 但是它就不能 它又不可能解决这个科学 所以我们就说科学 这个和信仰 它是两个腿 人之两腿 两人两亿 求生两云 是吧 科学求真 伦理 求善求美 我是这个观点 是吧 那么 那么就是说你说那个西方 他翻译的科学 原来是神学等等 那个中国 说实在 你用中国的语言来表达 他们的意思 不是很完整 你注意 对对 因为他们的万语水分也不太高 对不对 干脆就用纯中国话说 我还是得认为 就是科学 它就是求真的 它当然不能解决善恶 因为真也有真恶 他这人真恶 他滥杀无辜 他可不真恶吗 他真敢杀人家孩子去 但是呢 善 那就是用文教宝话 叫高尚的伦理学 没 那当然就指的是信仰 比如说你以什么为乐 你以什么为乐 以什么为苦 那叫价值观 有人是住人为乐 有人是后天下之乐而乐 有人是有朋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有人是 我是流氓 我怕谁 有人是 你是流氓 谁怕你 你这他不是科学吗 这就是一个价值取向吗 这就是爱吗 说你说我爱 你为什么爱 没有为什么爱 爱它就是非理性 它就是多年审美的总告发 对不对 你非得说你为什么爱它 你这不是用理性 让人回答非理性问题 就不对吗 所以我们叫伪问题 所以说我还是基本 还是这框架 但是呢 你说那还是对的 其实咱们有机会还可以讨论讨论你说那些哲学问题 因为那哲学问题比较绕嘴 你知道吧 咱们一般人他也不见能听得明白 你知道吧 所以我呢 我是用比较简洁的语言说这些常识 因为咱们讲的就是三个罪 老百姓最关心 最直接 最普通问题 它不是哲学问题 你说呢 你说那个 他说没上帝 他说有上帝 其实我们这上帝的概念不是中国的概念 中国人就是什么呢 儒家说一个君子应该怎么办 内心充满善意 不懈追求完美 努力维护公正 完成内心超越 虽然有人说儒家有神吗 没有 西方信仰基本都有神 什么叫神 包括上帝 是吧 那么有人说 比如佛教 说你为什么倒霉 上一辈子缺德了 怎么办 这辈子好好做牛做猛 修来世 是吧 西方说了 有上帝 你生出来你就有原罪 对不对 完了之后你就输罪 但是中国人不这么说 中国人说 你生出来 你就应该是个君子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这就是儒家的高 他不造神 他也不属敌 是吧 他不造神 关键是 说你为什么应该是君子 没有为什么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价值取向 是吧 他用不着蒙你 上帝也是一样 有人说 这个 什么叫上帝 我问过他们 神圣人跟我说 我问他 什么叫上帝 他们说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 全知全能的主 我听明白了 你不知道他都知道 你不能他都能 后来我就问 男人哪来的 上帝造的 女人哪来的 上帝趁男人睡觉的时候 掏出累的骨捏倒 除了动了吧 你既然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 这么一个主 你干嘛 等男人睡觉的时候 你掏出累的骨呢 你大白天 就快把男人叫了 叫了 过来 你伸手 就要掏出累的骨来了 你等人睡觉的时候 你掏出累的骨 那叫缺乏自信的表现 对不对 缺乏自信 什么意思 你本人还不够大 就这意思 你本人还不够大 那就跟你在定义矛盾了 你不是说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的 全成全能的主吗 那他为什么 他本人不够大呢 对不对 所以他们 凡是七方的宗教 他都要编故事 但是编故事 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 但是我们中国人 不编故事 难道就没有价值吗 所以中国人的儒教 你非要说他教 他不是典神的宗教 典神的宗教 一个造神 一个编故事 中国既不造神 也不编故事 所以人家说 他不是典神的宗教 他是一个信仰系统 而且他的信仰呢 是很普通 对的 就应该这样 这就是价值观 对的 你问他 为什么有朋子远方来 不予乐乎 为什么 助人为乐呀 没有为什么 这就是习惯 从小就是习惯 从小就是助人为乐 从小就是 有朋子远方来 不予乐乎 从小就得有兄弟姐妹 一块玩 他就好 他叫手足之行 对不对 所以你要注意 中国呢叫转型 从1840年开始转型 从一个四海之内 莫非王土 率土 之宾莫非王臣的 封建的极权的社会 转型到现在民主法治社会 多长时间 哲人说过 200年 穿越历史的三峡 大概需要200年 所以去年 温家宝讲 到2040年 还能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文明道 民主的富强的和谐的 受识的现代国家 他为什么说算 还有30年 他为什么2040年 就是从1840年算的 1840年到2040年 多少年 200年 后来温家宝说 真正要实现现代化 大概还需要100年 怎么说呢 就是从200年到2100年 本世纪过了10年了 严格说 还有30年到90年 对不对 所以说建立一个 把八民 什么叫八民呢 草民小民 刁民暴民民 最多说就是农民 市民居民 你得把这八民 慢慢的变成公民 什么叫公民自由和负责任 这就是胡锦涛那句话 大力的加强公民意识的教育 树立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的三大公民理念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对不对 人家说的好不好 但是要想转型 怎么也得 30年到90年 急了 急了不成 急了就翻车 你不努力 不努力再过3000年 还是这份德行 但是我们现在转型了吗 我转型了 我举个例子 公民身份证 原来我们叫居民身份证 反面叫居民身份号码 第一代 第二代 注意就现在 你看看 正面居民身份证 反面公民身份号码 居民是什么概念 世俗的概念 劳改失放了 回家了 居民 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四年之内 你就不是公民 因为公民是法律概念 但是我们现在转型了 我们正面是居民身份证 我们反面呢 是公民身份号码 转型了吧 于是政协委员 人家代表两会就说 第三代身份证 接着转 什么意思 正面改成公民身份证 反面改成公民身份证号码 因为公民有尊严 不能给人编号码 我们也不是麻 也不是牛 每个人编一码 屁股上盖一戳 成吗 所以得加一个证 叫公民身份证号码 为什么 证有号码 没得说 毕业证 驾驶证 现在你注意 我们这个 我们这身份证 是公民身份号码 没有证 这就是一个小的 一个例子 慢慢转型 所以说 我问 你说解决问题需要什么 当然需要全体公民的独立 公民在二战以前 叫贵族 什么叫贵族 平常可以不流汗 关键时比得流血 你不是英国 说地生炸弹 谁排 你一哆嗦 去尔恒飞 告诉你 流汗的不流血 流血的可以不流汗 谁去排 贵族死地 打仗玩命了 谁去 贵族死地去 我们理解的贵族 我们批判的贵族 都是假贵族 伪贵族 平常不流汗 关键也不流血 还竟欺负穷人 人家说那不叫贵族 那叫人渣 那叫 所以说贵族 这词不说了 为什么 落伍了 改成公民 公民什么意思 自由和负责任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天才 不需要 对对 需要人才 也不需要 简单说 需要公民 什么 你只要自由和负责任 你只要有良知和常识 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说用 用用用这个 刚才我们讲老子说 是大活肉碰小鲜 跟做菜似的 用咱们党的语言 叫实事求是 你只要实事求是 这些问题 哪个解决不了 对 所以我们人民大学 把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 刻在一块大石那 摆在我们人民大学校门口 一直到今天 中央党校 曾经把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 也刻在一块大石那 摆在中央党校校门口 但人家党校的干部 人家素质比较高 还比较幽默 人就编了一个段子 叫迎着实事求是来 开学了 迎着实事求是来 绕着实事求是走 为什么呀 因为他那块石头 比较矮比较宽 给人绕的感觉很明显 我们人民大学 那块石头比较高 比较窄 绕的不明显 对不对 于是绕着实事求是走 到了教室了 背着实事求是学 最后离开实事求是干 于是党校的领导说 不行 这么这么编不好吗 改 把这个实事求是 这个石头搁边上 绳里面绕了走 结果人家党校的干嘛 不依不饶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靠边站了 结果领导说 给他搁后头去 现在教室前边 大门后头 结果党校的干嘛 还不依不饶 叫实事求是 退居二线了 了解吧 所以说你说解决问题 需要什么 就需要良知常识 需要实事求是 你说我需要天才 人家背 背援州率 人家背一万八位 一万八千位 我背两万位 有什么用啊 你说你背两万位 我们承认 你是天才 对不对 你能编 你能编电脑软件 而且你能制造电脑病毒 那都是天才 我跟你说 但是你说 你真正要解决这点事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解决 就是这个老百姓的 司法不公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解决老百姓 这个生俩好孩子的问题 废除死刑的问题 哪一个需要天才 我问问 这道理 你说非得天才 能听明白吗 不是那事 所以我们社会有一句座位名 这就是九华山上佛教的一句名言 叫非名山不留先住 是真佛 只说家常 这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像你们这就属于名山 不是清华 我不来 非名山不留先住 是真佛 只说家常 你注意 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我不是说我就是真佛 最起码我帮上这努力 所以你看我讲话比较通俗一懂 我不跟你瞎拽 所以我不说了吗 一流人才能把本专业的知识 让老百姓听明白 二流的人才 可以把本专业的知识 让同行听明白 三流的人才 自个搞明白了 表达不出来 这就叫查核里读脚子 倒不出来 四流的人才 自个还没明白呢 就敢胡八道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是不是 你说你本专业 你不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是大科学家 人家据说他周围有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 他爸爸说有有有帅主题 不会啊 问问咱们邻居 结果这小学生跑到邻居那 问爱因斯坦去了 爱因斯坦给他讲明白了 小学生回来说 比我们老师讲的好多了 那当然了 人家这么大科学家 一个小学生 人家不能给讲明白吗 对不对 所以说是这么个事 所以说你要说人才 还是公民 还是天才 我认为解决 把中国构建一个 民主法制公平制的和谐社会 就需要公民 所以说一个国家 必须得有科学家 不能多 多了之后 他们都不过日子 他们老去研究黑洞的奥秘 上时间的历史 那得花多少钱 他们还得上月亮 上完月亮还得上火星 上完火星 还得上地外行星 那我们这点钱 全给他们还不够用 我告诉你 那都是巨额的钱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控制住 绝大多人 是刚才讲的 老百姓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你国家主要得研究这个 你注意 你不能说 我把好多力量 我都干那个去 它有个比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 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 孔子说 我敬鬼神而远之 康德说什么 我敬畏头上的星空 和心中的道德 一样 叫忠习哲人 英雄所见略同 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 人生出来平等吗 人生出来除了尊严 就没有平等的地 不平等 你还要追求平等 不公正 你还要维护公正 你维护得了吗 你追求得到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追求不到 你还要追求 维护不了 还要维护 这就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对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 他引了诗经的一句话 叫高山扬指 井行行之 谁不能治 然心想往之 什么叫信仰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什么叫信仰 明之不行而为之 用老百姓的操话 叫不吃白不吃 不是信仰 吃了也白吃 还不是信仰 白吃也得吃 这才叫信仰呢 不说白不说 说了也白说 不是信仰 白说也得说 信仰 所以我们就说 什么叫信仰 就是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 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 未知领域你都不敬畏 你太狂了吧 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 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它就是我们新人的家园 情感的世界 从1919年五岁 五岁以来 科学民主改革革命 这四个词都形成了话语的霸权 他们都是正确的代名词 严格说不对 我刚才讲了 科学就是求真的 他不可能解决善恶 论理道德解决善恶 他不可能解决梅仇 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荣辱观 西方叫宗教信仰 我们又叫梅玉 所以蔡元培先生有句名言吗 真善梅吗 叫他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家 我们的汉族是一个代于宗教的民族 我们再重复一遍 就是用梅玉代替宗教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呢 我绝对不能说你长得很科学 我可以说你长得美 长得漂亮 长得靓丽 我说你瞧这家伙长得多科学 那什么叫长得科学 你想想 对不对 尤其是感情 尤其是爱 都不是科学 他属于人文学科 所以说我们说 人之两腿 鸟之两意 车人两轮 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费死刑 包括生 等等 这都属于人文领域的事 他不是什么科学 对吧 我们一旦说科学求真 是吧 伦理道德善恶 人生观世界观 他解决没 我们中国呢 拿科学当正确用 已经形成了习惯 习惯变成了自然 比如说科学发展观 什么 以人为本 全面的 协调的 可持续的发展 当然 他是正确的发展观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正确的发展观 你说科学发展观 什么意思 科学在这当正确用 这就是1919年 五四六六六六以来 留下的语言习惯 习惯变成了自然 所以你听很多人 说科学的时候 他拿它当正确用 你很多人说科学 他谁想说他正确 正确不正确 是价值判断 你给注意 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科学求真 你不是说我举个例子 说我相信科学的结论 科学的结论 必须 你得怀疑 你不怀疑科学 人类的认识能发展吗 我们老举一个例子 你们都知道 是吧 水 一百度沸腾 零度结冰 这就是科学的结论 你信不信 你爱信不信 一百度沸腾 你不信 你摸烫一炮 有人说 那我就信了 你信了科学就不发展了 是吧 人工降业怎么来的 就是对一百度沸腾零度 结冰这个科学的结论 怀疑 急语云过来了 携带了大量水分子 一调查 云层的温度 已经达到奢氏零下二三十度 大家的条件够了 他怎么不下来 于是怎么办 往云层里打炮 炮弹一炸 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点化银等小颗粒 点化银 这种小颗粒 对于水分子叫义物 义物作为凝结中心 水分子往这凝结 到一定程度 变成水珠 变成冰毛下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在实验室 可以做到了过热水和过冷水 什么意思啊 把纯水 把超纯净的水没有震动 一个大约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把它加热到 零上奢氏七百度 液态的水 我们管它叫过热水 你不说变气了吗 没有 我们把超纯净的水 我们给它慢慢的降到 零下奢氏四十度 它没结冰 它不是固体 它仍然是液态的水 我们叫它过冷水 有人说水我还不知道 水不就是两个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构成的水分子吗 对啊 氢原子就是最简单的原子 它的原子盒里头 有一个带正电的质子 它盒外的有一个电子 叫什么 一个气头一瓶 我们叫它撇 原子盒里头 一个质子多了一个不带电的中子 盒外的还是一个电子 我们称之为重氢 一个气头两束 我们叫刀 一个中子 一个质子 两种子 我们叫超重氢 一个气头三束 我们叫川 所以前两年有一个院士 写了一本科普的书 当今水世界 你打开它 你打开它看 它怎么说的 它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水 是三种氢的同位素 撇 刀 穿 刀跟穿 跟氧组成的水 叫什么 叫种水 种水是不是水 当然是水 两个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 怎么不是水分子 只不过氢原子核里的中子不一样 对对 所以我们叫它氢的同位素 对不对 所以说三种氢的同位素 和九种氧的同位素 所组成的135种水的同素 异形体 混合物 刚说完 自然科学界发现 氢三 氢色 一个质子三种子 一个质子四个种子 这种氢的同位素 也有了 有了 麻烦了 谁麻烦了 汉字麻烦了 为什么 一个气头四束 是什么 没这字 一个气头五束是什么 没这字 汉字不够用了 氢三氢四 只有化学符号 没有汉字 明年发现了金属氢 什么叫金属 原子核最外层一个电子 就是典型的金属 那么氢 人家就一层电子 而且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预测金属氢存在 假说 找着了吗 没找着 找着了 找着就是学说 这包括那个最重的元素 大概是07年找得到 就是118号元素 它的原子核里头有118个质子 它的核外头有118个电子 至于说它的重子有多少 不一定 于是有人就说了 119号元素有没有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全是假数 到现在没找着 完了又问 既然118有了 那119如果也有了 那么元素有没有 头儿 是不是将来 还有189号 于是人家说 数学家说了 有最大的质数 能被自己整出 和被一整出 叫质数 现在发现一个 最大的质数 为什么 用10进位 没法表达 用2进位 没法表达 那他把权力的纸都用 都用完 他也不够 你说吧 你也写不了 他太长了 怎么创造一个新的表达方式 一般人瞧不明白 你连瞧命 你都没瞧明白 为什么 人家必须得创造表达方式 比如说指数等等 对不对 所以说 在你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的时候 你只能存疑 这就是命好 不如习惯好 你可注意 将来你们当了父母了 有了孩子了 最棒的一句话 就是命好 不如习惯好 什么意思 你让这小孩 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 什么叫良好的习惯 小的讲外生礼貌 大的思维习惯 什么叫思维习惯 在你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正伪的时候 你就存疑 这叫思维的习惯 对不对 包括谦虚谨慎 不叫不道 比如说你遇见难题了 你不要以为 你会包打天下 因为人是什么东西 人有三个表述 这是我们社会学最著名的 人就是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两族动物 人不是天使 人也不是魔鬼 所以我们既不造神也不疏敌 对不对 我们要树立 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 这就是十七大报告胡锦涛讲的 这非常关键 是吧 你因为美人之所以伟大 就为你贵着呢 你给我注意 对不对 所以说人的第二个表述 地球上有193种猿类和猴类 其中192种有毛 还有一种无毛 自称人类 哪的表述 裸原那本书的表述 裸原是什么东西 是生态学经典著作之一 包括寂静的春天等等 有人说现在这些书 为什么都翻译过来了 因为原来我们是俩文明 精神文明物质文明 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 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 原来是三个建设一个发展 政治建设 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发展 十七大胡锦涛把它表述为社会建设 完了 又有一个建设 叫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 如果你要把党的建设再加进去 你如果你要把我们党政的大政方针表达全了 那就是四个文明一起抓 六个建设一起搞 党的建设什么 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对对 为什么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执政党了 怎么办 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建设 你党你不先进 你怎么领导人 对对 所以说你要把大政方针说 全了四个文明一起抓 六个建设一起搞 对对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这些问题就是发展观的问题 但是这些发展观 我们都说可知语发展 所以说 现在你说发展难不难 我一旦说不难 关键可知语发展难 对对 所以我们就说 中国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民间信仰系统 官方意识形态 八千万党员 七千万团员 想入党想入团 估计还有上亿 他们信什么 马克思练琴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立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 我们的一个 社会学家叫丁学良教授 他说应该改过来 开放改革 有一定道理 为什么 开放对我们国家的影响 现在应该说大于改革 首先 他为什么往哪里的放三句轻案 这就是基本道德 底线道德没有了 你们想想 退一万步 你跟大人有仇 你害大人 婴儿刚生出来 收紧扔紧了 对不对 这是他的底线道德 也就是民间信仰没有了 他连因果报应 他都不信 你想人家当了四辈 第五辈 一生人都走 为什么 就是他爷爷的爷爷 不正常竞争 他都走 你给 你就现在 你就读这些婴儿 你就不知道有因果报应吗 不信了 我唯物主义 对不对 没有 没有那事 对不对 活着干死了算 过完你就死 我告诉你 对不对 所以说民间信仰系统崩溃 所以说我特别反对 清华大学跟北京大学提前招生 是吧 我的观点就是 四楼子四码 拉出六 对不对 我也想考清华 我自己好好的 学高考的时候 我考 我考上了 我上 我考不上了 我不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再说 社会公正 经济增长是社会公正的副产品 目前我们中国最公正的分配稀缺资源的办法就是高考 这是七七八八会议 1970年8月8号小平召开科教同团会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恢复高考 到现在高考考大学本科是我们各种制度中最清廉的制度 比如说以前的提干 不是现在的提干 以前的分房子展公司平之称 我问问哪一个有高考这么清廉 高考你敢作弊吗 行事犯罪 对不对 所以说全国各地 几天考试 完了 你考好了 你上清华 你没考好 你别上 有人说一分考试定住身 我说废话 半分考试就得定住身 就跟跑马拉松似的 就跟跑奥运会跑百米 百分之一秒就定亚金冠军 对不对 关键是公平 对不对 大家都在那三天考 全国一套卷子 你考好了 你就上 考不好 你明年再考 要不然你就别上 就这么简单吗 对不对 现在怎么样 破坏 破坏这块净土 北大带头 清华跟着 对不对 提前招生 我说你北大 你有什么资格提前招生 高中毕业生 你先挑去 您挑设计的 我们才挑 这叫什么 这叫特权 你把全国的小人精 都先挑 挑到北大了 我问问 你北大 那些学生 我都知道 那些真正的人精 你不教他 他都会学 我告诉你 对不对 所以说破坏公正 太恶劣 完了他们说 我们要人才 我说要人才 首先要人 再往前说 要公民 解决这些 四座大山 住房 养老 医疗 自己上学 哪一个用天才 解决老百姓 最关心 最直接 最破的问题 需要什么 需要良知 常识 用老子的话 治大国 如烹小鲜 什么意思 跟做菜一样 什么时候大火 什么时候小火 什么时候加油 什么时候加盐 用咱们党的话 就叫实事求是 用老百姓的话 就叫良知常识 用老子的话 就是治大国 如烹小鲜 对不对 用着天才了吗 就解决这些老百姓 最关心的问题 用天才 不用 你只要有常识和良知 足足够了 你想想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刚才讲的这些 往那个 往这个奶里的放毒 往瘦 猪肉里的哥 瘦肉精 那哪一个需要天才 你只要有良知 你就不能干这事 一个主意 对不对 你就不能这么害人 现在你们都是干实际经济 不行 干虚拟经济都发大财 金融危机 08年 美国金融危机 哪来的 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 什么意思 利用老百姓 利用这些经济学家 鼓吹的消费主义 能挣绘花 人生苦短 于是狡诈的商人 就利用了老百姓的消费主义 怎么办 你是一对大学生研究生毕业了 两个小两口谈恋爱 结婚了 买房 买多少房 30万美金的房 首付五分之一 您交6万美金 剩下银行贷给你24万美金 您凑过了30万美金 你买一套房 后来狡诈的经济学家 告诉你 包括狡诈的商人 人生苦短 你大学一毕业 研究生一毕业 基本达到一万天 27岁四个半夜就是一万天 一般来讲 我们人都能活三万天 82岁就不错了 当然了 你们清华的人都能活到三万五千天 什么意思 95岁 你知吧 对不对 所以说你毕竟还有2万到2万5 怎么样 你住百万美金的豪宅 小两口说了 首付五分之一 二十万美金 我就拿不出来 再说了 我住了百万美金豪宅 我拿住20万 你借我80万 我将来拿什么还 人家说了 不用你还 我们制造房子产泡沫 或者叫固定资产泡沫 你只要把你这个房抵押给我们 我就借给你 一百万美金 你叫零首付 你根本不用 完了你就想 我是一好人 我将来我拿什么还 你说你不用还 我等等五年以后 你失业了 还不了了 你把这房子 因为抵押了吗 我们银行给卖 那时候多少钱 二十八万美金了 这样花 一百万美金还本 五十万美金付利息 你还落五十万美金呢 就这花活 咱们北京呢 就也这花活 098年 北京市一平方 一个建设平方米的成本价是1500 到08年1500 到了去年35000 什么意思 一样 你在08年的时候 你说你没钱 我刚才有 我当时有一句名言 没钱 没钱 有钱 有钱买一套房 没钱 没钱买两套 什么意思 那借完了 你想北京十年以后 你那1500那房 还不得最新法 值1500了吧 就是玩这花活 这叫炮 炮能不破吗 不破叫炮吗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所以他们老问我 说中国这房产泡沫 什么是破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必破无疑 这叫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你注意 你北京 你把一个 把农民给轰走了 给俩钱轰走了 把一块地拿来了 变性 叫土地变性 原来是农业用地 不值钱 你把它变成城市用地 建设用地 住宅用地 它就值钱 一块地 北京网贸前一段登了 一块地 把农民轰走了 盖上墙 五盘 什么叫五盘 啥也没干 五重 过了几年 增值200个亿 你想荒唐不荒唐 那200亿叫什么 叫产值吗 不叫 叫增值 那叫泡沫 所以说中国的房产产泡沫 我们有一个经济学家 跟我说 他说算泡沫有好几种办法 我跟你说一种 就中国一年的GDP 30多万亿人民币 30多万亿 中国房产产加一块 200多万亿 除 200多万亿 除以30多万亿 多少 6倍 这就是泡 美国这泡 5倍到6倍就崩了 日本大约是4 5倍崩的 我们中国也已经到6 7倍了 还没崩呢 为什么没崩 我们的泡是皮做的 它坚实 坚实它不破 但是你注意 你这泡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皮做的也得破 一个注意 所以说你们要知道 这是中国大问题 你想你凭什么一平方米 原来是1500 您现在就变成军价 四环之内军价就变成35了 所以你们大学生特别惨 一毕业 如果两口的是败地的 北京没有家 怎么办 贷款买房 房龙 不贷款买房 蜗居跟蜗牛似的 要不然就跟蚂蚁似的 蚁族 我告诉你 你想一想 太不像话了 所以说我们说 老百姓最关心的这些问题 住房 养老 医疗 子女上学 我们称之为四座大山 我们中国的消费结构 非常的激情 我们挣100 我们花50 我们储蓄率高达50%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这样的 激情的消费结构吗 没有 有时候为什么不敢话 四座大山压上你 用老百姓的话 三条蛇还咬你呢 黑蛇白蛇眼镜蛇 司法不公 老百姓用黑蛇咬你来概括 为什么 因为法官现在审案 他们都穿黑袍 所以老百姓就比喻了 黑蛇咬你 你一看病 不管是医护人员 都穿白的块 叫白蛇 你的孩子一上学 眼镜蛇 他咬你 为什么 老师戴眼镜是多 对不对 所以教育腐败 就用眼镜蛇咬你来形容 你想想 四座大山压你 三座蛇咬你 有钱你敢放吗 对 中国最荒唐的是什么 就是老百姓的钱存在银行 银行把钱买美国国债 买国债是什么行为 是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我从小 咱们政府就这么宣传了 说老百姓们 同志们 你们推迟消费 你们要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所以你们买国债 现在咱们买美国国债 什么意思 支持美国社会主义建设 人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 简单说人家是富国 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俗称穷国 穷人挣钱不敢花 干嘛 借给富人 超前消费 中国人挣100 花50 存50 他们挣100 他们花110 那时候在哪来的 借的 跟谁借的 跟中国借的 你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事 我 我 还